所以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修的就是你这一颗心 心柔顺了 一切就美好了 心清静了 处境也都美好了 我们的心快乐了 人生就幸福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每次在看 阿贵教授每天都生欢喜心 我不是一个大富有的人 我也不是很有钱的人 可是我很知足常乐 我到哪里都很欢喜 所以我昨天打疫苗 他说告诉你 第一天不要洗澡 不要吃海鲜 不要吃辣的东西 不要喝酒 我下午五点打一针 晚上我就吃海鲜了 第二天我就喝酒了 身体依然非常好 为什么 我的免疫力特好 这免疫力怎么来的 每天生花喜心 所以当一个人欢喜的时候 所有的病痛就会远离我们 所有不好的东西就会远离我们的 所以我们常讲说 所有的福报 所有的幸运 都是降落在一个快乐人的身上 所以每个人一定要不断的去修心 因为心乱 百病就生了 心静了 万病就息了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 我没有感冒过 也没有生病过一次 其实都跟心态 有很大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线上的家人 好朋友 一定要每天修欢喜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